团结基金会信托人丹斯里李林泰在自传中揭露 他在1990年退出行动党和政坛 是因为在大选的前两个月 被时任党秘书长林吉祥告知 不会让他继续守土五级免登国席 而是出战其他选区 让他感到心灰意冷 不过林吉祥今天发文斥责李林泰说谎 表明自己不曾通知当事人 不会在五级免登选区上阵 在1990年大选前夕 他也不曾有过让李林泰在其他选区上阵的想法 而他本身至今都不知道 为何李林泰会在大选前急转弯退出政坛 曾被誉为行动党强人的丹斯里李林泰 在刚推出的自传中揭露 当年退出政坛是因为在1990年大选前两个月 会见时任党秘书长林吉祥时 对方明确告知不会让他在五级免登国席首土 而是会让他转战其他选区 但林吉祥之后却没有再做出任何回应 让他深感错愕和不解 不过林吉祥驳斥了这番言论 还说李林泰撒下迷天大谎 他并没有通知当事人将不会在园区上阵 当时他也不曾有过让李林泰在五级免登选区以外上阵的想法 林吉祥还表示李林泰曾向他表明 无意撤回行动党联邦直辖区主席的辞成 甚至还会退出政坛 尽管如此他还是与李林泰有过四次会面 并尝试劝说对方改变主意 要求他继续担任行动党联邦直辖区主席 同时提供他的政治领导和服务 林吉祥还透露双方期间也多次通电话商讨 原以为李林泰会重新考虑退党和退出政坛的决定 但事实却相反 李林泰最终在1990年9月29号对外宣布退出政坛 之后不到一个星期 国会就解散举行第八届大选 林吉祥表示 直到现在他都不知道为何李林泰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而这个原因将会继续成为一个谜团 对于林泰而寄老师这次声明箍不可抵炼 可是他会发生的资金 就是他竞争手在前面 我想象启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